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天氣如何 來請教氣象主播老衛 老衛請說 來 朋友大家好 不管今天天原石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從這一週的一開始 原石的氣象團隊就提醒大家 這一週的天氣會讓大家 在短短的幾天之內 感受台灣四季的變化 這也確實 我們從這個禮拜的開頭 就處在過春天跟夏天的狀態 沒想到現在 我們又拉回到秋天跟冬天的感覺了 而就今天的天氣資訊跟數據 受到華南淫雨區的影響 各地不僅雲量偏多 也有零星的降雨 特別是在中部的山區 降雨的時間跟量 是比其他地方來得多的 而在我們北部地區 有感的還不只有這四大大的天氣 溫度上的轉變也很顯著 今天台灣本島平地地區的最低溫 是出現在桃園的中壢區 溫度是下灘到11.1度 而我們也預估在下半夜之前 新的低溫數據 恐怕還會下得更低 聽到這裡 如果等等要出門的話 也一定只能包緊緊了 而未來的天氣 會不會再有新的變化跟起色呢 等等我們就先從第一章的 衛星雲圖一起來了解 從昨天的下半夜開始 受到這個華南淫雨區通過的關係 我們附近的水氣是明顯的增加了 而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我們的上空 其實還是有一層薄薄的雲系 這也就是我們水氣增加的原因 而隨著時間主要影響我們的風面雲系 是已經逐漸的遠離我們了 聽到這裡大家不明會開始開心 就是施大的天氣似乎要好轉了 沒錯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 因為後頭還有部分的殘留水氣 所以各地降雨的現象還是會有的 只是量跟範圍會在縮小在縮小 所以這邊看下來之後的天氣 會越來越穩定 不過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溫度了 我們再從下一張圖卡一起來了解 今天說到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的關係 中央氣象署在排天時發布了低溫特報 而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一波冷空氣會來到華中華北這一帶 同時能維持一定的強度 也就是強烈大陸冷氣團 更不排除會達到寒流的等級 歐盟把話說白了 就是這個趨勢各地的溫度會非常寒冷 所以特別提醒 是從今天的下半夜到明天一整天的時間 大台北地區跟宜蘭的局部地區 會持續出現10度左右 甚至是更低的溫度現象 外出活動保暖遇寒的衣服 真的要多穿一些了 至於部落地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你整理的山海氣象 屏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只有21度 台湖來跟春日最低溫是3度 高溫是來到了22度多雲的天氣形態 三天本屋台跟馬甲最低溫是3度 高溫21度多雲的天氣 高雄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7度地點 是在桃園而高溫20度 加意大利山溫度速度在8-19度之間 南東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5度地點 是在人海而高溫是只有19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速度在8-17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7度地點 是在南庄而高溫16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7-4度之間 而高溫是只有14度 北部地區來根復興最低溫6度 高溫是只有13度 宜蘭的大同根南澳最低溫7度 高溫是只有15度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市跟吉安最低溫是3度 高溫16度多雲的天氣形態 秀蘭跟萬榮最低溫8度高溫16度 首峰跟豐冰最低溫12度高溫16度 留意短沉的雨室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11度高溫是只有15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 花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降到5度 地點是在作息而高溫是只有14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14度高溫是只有17度 縱谷地區最低溫降到11度地點是在海端 而高溫是只有15度 陸野台東是跟北南最低溫是3度 高溫只有18度 注意降雨的現象 南匯地區最低溫11度地點是在京峰 而高溫是只有19度 楊美達物尊的蘭嶼 溫度收入在18到19度之間 外島的蓮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9度 高溫是只有18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明天是這一週最後一天的上半日 預估也會是這一波冷空氣 影響最大的時間點 而這個期間大台北地區 跟花蓮以北的地方 整天的感受會是很寒冷的 而如果水氣夠加上溫度條件也不錯的話 在3500公尺以上的山區 預估會有降雪的機會 而一直要等到星期天之後 冷空氣完全的出海減落 我們的溫度才有回升的機會 所以這個週末 大家就會在冷冷的溫度中度過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平安順心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地區 真心 iktok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